後面的話呢,剛剛有提到啦 如果我想要知道說前七名 他的號碼是哪一些的話 當然你幾個方法,你可以用格式化 這個是用VBA的 有沒有,VBA這邊按下去按鈕 那你會發現他只要小於等於七 他就會把他的底色變成黃色 有沒有看到,這邊都直接幫你把它填顏色 那你就可以很方便知道說有哪一些號碼 他的那個中獎機率是排在前七名的 那我這邊有個清除,按下去就清掉了 有沒有,那這個是用VBA的方式寫的啦 那你說能不能用什麼函數 跟各位講,函數他沒有辦法改變格式 OK,所以如果你說用什麼公式沒有,找不到 不然的話,如果假設你不寫VBA的話 其實在Excel裡面有個功能 叫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新增規則有一點難度 OK,而且很多細節 我覺得難度不見得會比寫程式還來的簡單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如果假設不寫VBA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設定格式化條件 在哪裡,常用裡面這裡 新增規則 不過新增規則裡面的話,你記得要選對 新增規則裡面好像有六個選項可以讓你選 有沒有,什麼根據期值格式化 這個不行,這個不行 其實哪一個可以使用公式來決定 OK,而且這公式你還要下對喔 如果下錯的話還不行 那要怎麼做 跟各位講,你只能用新增規則裡面 只能夠用最下面這個,使用公式來決定 另外呢,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如果要做這件事 新增規則之前 請你要先把你要格式化的範圍 先選起來 所以第一個步驟 你要先把號碼 下面這個1號到42號全部選起來 所以有標先放A2 Ctrl Shift向下 也就是說呢,把1號選到42號 這個第一個動作 這個一定要做 所以你要先告訴他說 請你在這個範圍裡面 幫我做一些格式的變化 OK,第一個,先告訴他範圍 第二件事的話呢 再到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新增規則 記得喔,規則裡面上面這五個不行 因為我看過 你們自己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這個是什麼 它是什麼設定 它最大最小,這個不行 有沒有,然後什麼介於 這也不行 因為我們是要讓那個某一個儲存格 所以喔,直接挑這個最下面這個好了 使用公式來決定要 什麼,用公式來決定要格式化 哪一些儲存格 所以第二個動作 就是新增規則 然後呢 選最下面這一個 那再來的話 給他一個公式 那公式也不太容易喔 這個公式的話 第一個 先給他一個等號 等號的話 在這邊的意思是 當什麼情況下發生 當什麼情況下 就是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是 那個12 所以你就打個12 12這個儲存格呢 小於等於7的話 那幫我做什麼事呢 幫我設定一個格式 什麼格式 就是把它的底色 底色的話 就是格式裡面找到填滿 把它填滿為黃色 按確定 好,這個公式就完成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公式裡面喔 可能常常會有同學 會容易 就是感覺怪怪的 老師為什麼兩個等號啊 特別注意喔 這個等號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解釋 當什麼狀況 當後面這個條件 為初的時候 什麼條件 12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假設說是小於等於7的話 才會做這件事 什麼事 就是把它的底色 填滿的地方 填滿成黃色 才會去做這件事 那你說 現在12裡面 是不是小於等於7 不是嘛 所以 它其實這個地方 底色就不會被填成黃色 可是你會有一個疑惑 老師你為什麼只選12呢 跟各位講 這個還蠻特別的 這公式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你要做 的那個什麼 儲存格 判斷的那個 開頭儲存格 那 為什麼只有選開頭 意思是跟他講說 你從12開始 幫我判斷 那你說 老師那判斷完之後 他會不會有結果 你要確定 你會發現 他會很神奇的 他會幫你把底下的事情 全部做 這個全部做完了 有沒有 底下有沒有做對 看一下 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有對 有沒有 小於等於7 這個小於等於7 底下 他都幫我做完了 那你說 剛剛公式的地方 公式在這裡 管理規則 把它再點一下 編輯規則 它要跳出來 你說老師為什麼 你只選一個 他為什麼 底下 全部幫你做完 跟各位講一下 他這個 這個規則 指的就是說 你只要選開頭這一個 那因為你選了幾個號碼 總共42 對不對 所以他會幫你跑 因為你選了42個儲存格 所以他也會幫你把它向下 繼續把它 底下的42個 底下 包含原來的 總共42個 全部跑完 OK 所以 你只要選幾個 他就做幾次就對了 那你只需要在公式裡面跟他講 開頭的那一個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應該選了42個 所以他底下 也會幫你全部判斷完 那判斷完之後 因為你要格式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會幫你把 當這個條件 小於7的話 把它格式化 就成功了 我應該 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不過其實這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 真的不是太容易理解 你們可以試一次 大概就知道了 那我把重點再講一次 如果假設你要把 剛剛的這個規則刪掉的話 你不能夠用什麼呢 由7桶把它改成無填滿 你還想說 老師那我想要把這個 後面的顏色去掉 怎麼去掉 你改無填滿 他不會理你 奇怪 無填滿為什麼還在 因為你如果要把那個 剛剛的公式去掉的話 記得要不就是你把這個地方 用什麼清除整張 工作比較規則 要不就是你管理規則裡面 去把這個給刪除 這樣才去掉 你不能用由7桶清除 格式的方法 那我做一遍 這個有點比較複雜一點 一 請你先選取 你要做格式化那個範圍 那我格式化的範圍 那我格式化的範圍是 1號到42號 所以我優標先放A2 Ctrl向下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找到使用公司來決定 那你只要跟他講開頭那一個 開頭那一個 開頭那一個是 當 當就等號 12那個儲存格 從12開始 先判斷 那條件的話就是小於等於7 所以他會先做12 再13 再14 一直到 應該到143吧 那每一個每一個提出來 做一樣的判斷 什麼判斷 他如果是不是小於等於 如果是的話 就把底色調成黃色 按確定 這樣OK了 請各位試一下好了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其實有的地方其實還蠻好用的 因為他的使用的 等於就是說如果你不寫程式 不過因為我個人習慣寫程式 我說這樣 我不太會喜歡用這個東西 雖然他其實 算起來不算太困難 但是有的時候習慣寫程式之後 我覺得那個東西好像沒有很好用 OK 我試一下看看